各位呢,你已經註冊好了之後啊 我們就按一下這個紅色的Create 那你按下去之後 應該會出現剛剛那個畫面 就是讓你去選擇 那我現在呢,我先來這邊 Create 好,重新開一個 從這邊,這樣就會跟各位一樣 這裡 有沒有,你們剛剛一進來這樣 它有245,是5種做的方法 那你可以先從第一個,地方體的 把它選擇好之後,它預設就是64mm 當然,如果以後你不想要那麼大 你可以選擇Cutma 就是自行選擇你那個要多大 它的尺寸你也可以改變 有沒有,這樣就進來了 那麼你進來了之後啊 其實3D設計很好玩是在於說 一般我們都是用減法的嘛 你聽到3D墊都是減法 但它比較像雕刻 比較像雕刻 就有點敲敲敲也好 當然有破壞就有建設 所以你看一下我們左手邊 進來之後,左手邊這裡 你如果看到上面這一個 它在這邊 一、三、五是屬於破壞工具 二、四是屬於建設工具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第一個就是狼頭 狼頭破壞了 那你這個操作滑鼠左鍵拖翼是旋轉 滑鼠的右鍵拖翼是平移 是平移 所以你把它敲下去 那我怎麼知道我敲多大 跟這邊有關係 跟這裡有關係 你預設敲的就是一個8mm的立方體 8mm的立方體 我們64顆嘛 這邊預設64 所以當你一敲下去 它每個工具有不同的聲音 你會滿有療癒感的 那我們上次有稍微demo一下 對不對 敲一下 敲一下 那如果你覺得我一次敲一個 不太滿意 你可以參考我們後面 每個工具後面都會有一些參數 那這幾個是比較共通的 就是說一次敲一個 後面這是連續的 然後這是有曲度的 那我們就用這個 你看喔 我如果從這裡 你要取消的時候 可以先按滑鼠的右鍵 假設我如果要從這邊按一下 那按一下完了之後 你只要移動滑鼠就好 它會做一個連線 有沒有 它就給你看 喔你要怎麼敲 如果你要敲到這邊 好就按下去 有沒有這樣一排就敲掉了 就這幾塊就敲掉了 那你可以稍微檢視一下 轉一下 看看有沒有轉到 就是敲到你要的感覺 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你可以換成一排的 剛剛是一塊的嘛 現在是一排的 那你從這邊看 你都看不出來 所以用這個軟體 最重要就是先培養 大家的3D的 檢視能力 因為平常各位用Photoshop 不會從不同角度看 你了解我意思嗎 你永遠都只看那個角度 可是呢 我們要做3D模型 你一定要說 我這樣看好像看不太出來 好我就轉一下轉一下 有沒有 我就轉看看這樣 欸這樣是不是OK 好那我們從這裡來看 你看 這樣一敲 有沒有這樣就整個就敲掉了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後面這裡 再敲掉 敲 敲 那因為我現在有變成連續了嘛 所以你就可以這樣一次一整條 有沒有這裡就敲掉了 所以我們這樣再看一下 看看會不會OK 好 然後後面都一樣 這裡也是 你如果不要了 你就按滑鼠的右鍵 它就取消了 你就可以重新再定位一個點 好就可以重新再定位一個點 好比如說我在這邊 我就重新定位一下這裡 OK 你看我這樣就敲好了 那你敲好之後呢 我再加一個囉 最後面這個就破壞了囉 那 那我現在等於是有兩個物件 這個是完全分開的 這個是另外一個 所以我來這裡敲一下 這樣子 有沒有這一塊就做好了 那麼你要上色可以怎麼上色 在這邊 有沒有噴漆跟油氣筒 噴漆跟油氣筒 那你知道油氣筒你倒下去就全部都是嘛 那噴漆就是一個人慢慢來 不過要留意一下 我們現在用的方案是屬於免費方案 所以你的顏色就下面這八個 你不能自定 你自盡它就要你付錢 好嗎 你可以先挑啦 比如說你今天要挑這個顏色 好就按OK 這可以了 那你再把它換成噴漆 噴漆的話一次就噴一個有沒有 有沒有不一樣的聲音 對不對 那如果你是要全部的 你就用油氣筒 因為你倒全部都是 就全部都是 那可不可以還原 可以可以 不是控制加計哦 請看這裡 有沒有還原 所以做錯 不用難過 你就還原 從右上角那裡還原 那當然你也可以吸顏色 你可以吸顏色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針對不同的地方去怎麼樣 去做 塗抹的動作 這樣子 如果有人有玩過那個叫麥塊 麥塊 就跟那個一樣 就跟那個一樣 所以這個我跟你講小朋友真的比較厲害 小朋友很會玩這個 好 然後呢 順便講一下建設工具 你家 我們剛剛 榔頭是敲 敲掉一塊 這個就是一次補一塊 那一樣 要麻煩你 選擇顏色 如果你選擇 玉色是紅色的 那補出來就是紅色的 假設我要補這個 綠色的 我就選好綠色的 這樣子你就看你要補哪裡囉 如果你要補在後面這邊我就補一下 有沒有就補綠色的出來 所以你有點像我們在玩那個積木的感覺 有點像玩積木的感覺 你要怎麼補 你就看一下 因為你滑過去他會有一個紅色的 先告訴你待會會補在哪個面 所以補出來 那如果你補這樣子 他就問你這件事情 有沒有有些同學剛剛有些玩一玩會玩到這個 為什麼 因為你補在上面是會比他原本64x64還更大 他就跟你講 請你注意一下 你如果補在這邊你的工作區會變大 因為我要把它擴張一點才有辦法容納得下 你的這個模型 所以如果你按一下確定 乍看之下你的模型好像變小 可是並不是真的變小 為什麼 你注意一下 我先還原 這個是我 放大之後的有沒有變128 可是呢我還原一下 剛剛有沒有64 對不對 所以你的尺寸是變大的 只是縮棒的比例把它縮小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如果你遇到那個 假設你按取消 那當然就不加進去 那如果你按確定 他就會把你的工作區變大 你就參考一下我們下面這個尺規 你就比較清楚 按右鍵是平移哦 那這個是補 一次補一塊 這個當然就一次補一條 所以如果你想要讓他 站著 你就找 你看我要補下面這個的話 我要從這個角度 我從上面這個角度我這樣補 原來就補不到 所以說 這個很重要就是你要會怎麼樣 翻角度 你不會翻角度 你就發現奇怪 怎麼我要補的地方就補不到 有沒有像我這樣 這樣就不好補這一塊的有沒有 這樣你要補 可能就要比較辛苦一點 要用別的方式 那因為我現在有補這個 所以它變成連續的 如果你不要一次一個 你就切回這個就好 這樣基本的會不會用了 給你自己先敲一下 好不好 有什麼不滿的 有什麼覺得中秋節過得不愉快的 沒有放到鞭炮的 沒吃到月餅的 有沒有 你該 該發洩的自己發洩一下 好不好